二爷 这个女人一而在 再而三地背叛你 她今天说相信你 明天就能翻脸 你怎么还能相信她呀 我信她 也信我的感觉 雨泽 你没有什么瞒着我吧 你放心 不会的 你不好好在西屋待着 跑出来做什么 少爷你可真是绝情 之前对我的承诺 你都忘了吗 承诺是说给董廷遥听的 而你不是 董廷遥 我若是告诉她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你给我住口 若不是因为你冒名鼎替 她也不至于被二叔羞辱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你居然敢威胁我 你当初之所以跟我好 迫不及待和我发生关系 还让我怀了你的孩子 不就是以为我是董廷遥 要了我就能得到董家的家产 怎么 你现在不认了 你居然敢威胁我 我不能得到少了 我告诉你 董廷遥要是知道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我 你是不过一双泪眼 暗恨难眠